好,剛剛我們教完了關於一位小數的一些概念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挑戰練習一下一位小數的加減法題目喔 準備好了嗎?我們要開始囉 好,首先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題的題目呢,是將下面的紙牌 紙牌上有很多數字 我要你從大排到小重新排列 那我左邊要是最大,右邊要是最小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數字 然後幫我排列一下,在旁邊空白處寫一下 好,寫完了,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答案囉 你的答案是7.8大於5.8 嗯,很好喔,好,我們來看一下對不對 先來看一下它的個位數 個位數是不是7比較大 所以這樣就知道7.8是最大的 好,對,那接下來你寫大於5.8 再大於5.6 好,我們來看一下5.8跟5.6 5.8跟5.6呢,它們的個位數都是一樣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它們的十分位數 十分位數呢,是8 8大於6,所以5.8大於5.6 嗯,很好喔,接下來看一下你的2.5 大於1.9 嗯,很好喔,這題答對了喔 所以這個呢,從這些紙牌從大排到小呢 就是7.8大於5.8 再大於5.6 再大於2.5 最後最小的是1.9 很好喔,寫對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二題 第二題呢,是想要你觀察下面的數線 然後把數線上的A跟B分別代表的數字 寫在這個框框裡面 來看一下喔,這一題 A是多少,B是多少呢 不知道怎麼寫嗎 好,沒關係,我來跟你講解一下喔 好,我們來看 這個下面這個數線呢,是0到1 這個就像你的尺上面一樣 把尺放大放大再放大 就會變成我們上面的這個數線 這是1公分,好,我們看一下1公分 在尺上是不是有10小格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呢 就裡面一樣 10呢,是0.1 再來0.2 接著0.3 0.4 0.5 接下來到達A的位置會是多少呢 對,沒錯,就是0.6 然後0.6接下來到達B的位置就會是 對,0.7 所以呢,A是0.6 B是0.7 這樣懂的嗎 嗯,好,很好 接下來我們要換下一頁挑戰 另外更難的題目囉 哇,我們接下來呢要算這個 然後幫我先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是1.2加1.5 幫我下面寫上指示 然後算出答案寫在等於的後面 嗯,要注意喔,要對齊喔 小數點要對小數點喔 然後這樣才不會算錯喔 嗯,很好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呢 看一下你的答案對不對 1.2加1.5 10分位加10分位是2加5等於7 然後各位數加各位數是1加1等於2 所以答案是2.7 沒錯,答對囉,很棒 好,接下來我們換第四題 2.2減0.8 接下來就看 對,沒錯,答案最後呢 你算出來的是1.4 沒錯,答對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第五題 9減到7.4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題要小心注意喔 看看你怎麼 好,指示呢 看怎麼放那個位置 好,來幫我們寫寫 寫一下 好,對耶,你寫對了,沒錯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9呢 是不是也可以等於9.0 因為0呢 它是 它雖然有寫在10分位數 但是呢,0是不是代表它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它可以省略 在一般整數呢 就會省略 然後這樣呢 你再寫姿勢喔 可以先寫一下9.0 這樣你就不會寫錯位置 好,9.0 9減掉7.4 所以9跟7要對齊 沒錯,好,我們來看一下 像,你看喔 假設這邊是一個9.0 把9.0補上去的話 0減掉4 是不是不能減 所以要跟9來借一個位 所以呢,要借 要跟9來借 所以呢,這樣畫掉 9就變8 然後借過來變10 所以 10減掉4等於多少 6 對,然後接下來 8減7 對,沒錯喔 所以這題當然就是1.6 好,接下來看下一題 3.9加4.6 要記得要敬畏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你算得對不對喔 9 3.9加4.6 好,對齊 都對齊了 然後再來看 9加6是多少 15 對,沒錯 記得要敬1喔 不要忘記 那個1很重要喔 好,接下來 3個位數 3加4 7 7再加1 剛剛敬畏的 是8.5 沒錯 答對了 就是8.5喔 好,接下來 我們要挑戰更難的 應用練習題喔 好,準備好了 我們就要開始囉 下一頁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喔 好,你來幫我唸一下這一題的 這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好,對,它是不是這個老周牛肉麵 它呢,用掉了12.6公升 在中午我們吃午餐的時候 它喝掉 或是客人喝掉 客人喝到 喝掉了12.6公升 然後在晚上的時候呢 它又 晚上的時候這些客人又喝了14.5公升的紅茶 現在呢,我想要知道老周牛肉麵一天的午餐跟晚餐 到底用了多少公升的紅茶 那這樣我應該要用加還是減 嗯,沒錯 對,要用加喔 所以12.6公升呢 要加上14.5公升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老周牛肉麵這一天到底用了多少 到底喝掉了多少紅茶 好,幫我算一下 寫一下算式 嗯,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嗯,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12.6加14.5公升的紅茶 好,加起來會是多少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你寫的喔 6加5,1 11 11近1 然後1加2 再加4 等於7 再來1加1會是2 所以12.6加上14.5呢 會是27.1 所以呢,老周牛肉麵 在今天這一天呢 所總共用掉了27.1公升的紅茶 好,這邊呢 如果是答案要記得把單位要寫上去喔 這邊是公升 要記得寫喔 好,接下來我們看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小魚身高是155.6公分 小琴的身高是153.7公分 那這兩個人呢,身高相差多少公分呢 那你幫我看一下 這一題要用加還是減呢 嗯,對喔,很好喔 就是呢 假設我是155.6公分 那你呢 是153.7公分 我想要知道 我比你高多少公分呢 所以這樣減對不對 很好 好,來幫我來算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算的對不對喔 155.6公分 減掉153.7公分 很好喔 都有對齊 記得小數點要對小數點喔 很重要喔 才會算對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6-7無法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跟5來借1 然後這樣子過來呢 就會變10 借過來就會變10 10-7等於3 3再加上這個6 對,等於9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已經借去了 所以變4-3等於1 那前面這邊 1跟5 還有1跟5 都是 減下來都是0 所以呢 最後呢就可以知道 155.6公分 減掉153.7公分 或是1.9公分 這樣子呢 那這個答案要怎麼講 要怎麼講 1.9公分是代表什麼意思 兩個人相差1.9公分 對 然後那我想要知道 是小魚跟小琴 哪一個高 哪一個矮呢 對,很好喔 小魚比小琴高1.9公分 那小琴比小魚怎麼樣 對矮1.9公分 這些都要知道 要知道他們 這個1.9公分 所代表的意思 好,很棒喔 今天的題目 都會 都算得很好 那今天我們 課就交到這邊囉 下禮拜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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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